这边疫情吃紧 不过这边韩国瑜的生存之战 其实也是压力非常的大 罢韩第一阶段 其实提议已经是完成了 而第二阶段 现在正在联署当中 要在1月29号之后的60天之内 完成联署人数的10% 选举人数10% 大概是22万8千多人 现在累计他们说已经24万人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 其实是TBS的民调 民调当中在高雄地区 同意罢免的是53% 不同意的是32% 而这53%同意罢免当中 有投票意愿的高达79% 将近八成 我们大概换算了一下 那么大约是公民数115万人 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如果同意罢免的投票 到时候同意罢免票数 只要超过选举人数的25% 大概是57万0423人 这罢免案就会成立 所以对于韩国瑜来讲 他现在要做些什么事情 才能化解这个罢免危机呢 其实如果我们讲一些台面话的话 就大家都说韩国瑜要专心施政 让高雄人看到他的努力 看到他的诚意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到一个政治现实的问题 也就是第一个现在即便这个疫情很猖獗 可是问题是罢韩的动作 事实上完全没有任何刹车的意思 而且如果除了TBS民调 有一些民调所显示出来的 也是同意罢韩的比例蛮高的 而最后所显示就是说 会不会使得最后他的投票意愿 如果也是高的 因为现在整个的罢免的门槛是很低 只要四分之一 57万人出来投票 就可能成立 而且只要不同意票 高过同意票 所以我曾经讲过 就是说国民党要非常正视这个问题 因为罢免掉韩国瑜 不是只有灭韩 还有其实对国民党也是灭国民党 而且未来在整个南部的选情 其实对国民党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创击 那当然有些网络讲说 那更好 那我们为了把你国民党消灭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罢韩 那所以我们可能在一个斟酌里面 有的人讲说 你一种是种冷漠 现在很多的韩文 非常生气 国民党的一些公职人员 或国民党中央 你们好像对罢韩袖手旁观 但是我们另外一种说法说 我们希望低调 因为如果你越高调的话 你可能刺激了他的投票的意愿 而使得罢韩更容易过 但是不论如何 这第一或第二种 而结果最后是罢韩成功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 就像我们刚刚讲外交部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凤馨 请大家快来订阅 国民大会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更多的幕后真相 都在国民大会哦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